60多歲的黃秀香獨居又行動不方便 在她感到最絕望無助時 因為慈濟觀照而走出人生幽谷 當她開始敞開新門做環保 也是開始有福的時候 很多師姐還有都帶動鼓勵我 讓我越做越有的信心 我就覺得在這個環境 真的大家都像一家人 我就做得很認真 環保結善緣 江峰座和盧秀俄 提供空地做資源回收 也在住家三合院舉辦志工聯誼 帶動更生人做環保時 還安排教育課程兼顧身心靈教化 都是很用心在推動環保 可以讓我們的更生人 環保志工可以增長智慧 不是只有做環保而已 我會跟環保長的志工做好 上人要環保志工 我也會去愛他們 愛他們 我都跟我們環保志工說 我們大家都慢慢的流 我背裡慢慢的流 環保分享有如人間慈濟大藏經 每一幕資源回收的環保琴都是福慧雙修的最佳見證 大愛新聞李雅萍李月維 彰化報導 好 好